台湾的机械产业 正积极朝高速、高精密、高附加价值领域发展 近年来配合产业升级 更以精致化、系统化、智慧化作为主轴 持续朝精密之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开发 王文艺总经理 便是看重机械产业这块商机 转而迈向印刷板金创业之路 其所开发的独特技术 可应用于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及周边产品等 尤其对于印刷风箱的控制技术 更是以超越日本等级 印刷风箱最重要的关键技术 在于它的供量平均度 当我设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印刷的速度每分钟在5到60米 但是经过这1、20年的发展 风箱速度已经高达300到400米 不做同业里的No.1 而是以独特技术开发的Only.1 宁可放弃订单机会也不大量生产 就是他们对于品质的坚持 品质是可以习惯养成的 因为我们这边分工非常的细 我们从设计、排板、雷射、折床、NCD充容 到阻力、成型、然后测试 我们每一关都有标准的SOP把关 希望把品质做到最好 因为品质是竞争的力气 也是7月生存之根基 除此之外 客户的要求他们也都尽力去达成 因公司主要产品皆为客制化 从机械的结构设计 风量的控制到造型 需以客户的需求做变化 不容许任何瑕疵 也因此获得客户权力的肯定与信赖 比如我们在搬印的过程 或是客户端组装过程会有撞伤 或是主力的时候发现有干涉 或是小瑕疵 我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 派工程师去帮它解决 当初是经过很多家的所谓的测试 那在测试过程中 每个厂商它有制造的方案都不同 那经过这些测试 它的风热能的经营度 都达到我是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每次在我是这边生产 难免都会有小毛病 所以我这一有问题 它会即使派所谓的 服务的工程师过来 帮我处理一些所谓的小毛病 或是说汉阶布劳部的 会及时地处理掉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所创立的口碑 是一步一脚印 踏实地建立起来的 面对机械产业的蓬勃发展 王总他并不满足于现况 积极研发创新 面对市场庞大的竞争力 现在这个市场正面对 中国大陆的结局 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虽然中国大陆的技术等级 跟我们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们还是要位于聪谋 例如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或是延伸我们的经营触角 或是涉及到不同的领域 以增加我们公司的竞争力 建立自己的品牌 将其推展至全世界 让世界看见台湾 是王文艺总经理发笑的豪语 对于未来 期许整个团队共同努力 持续不断地奋斗 建立自己的品牌 保护自身 科目的一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